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林 马上天气就要升温了 到了春夏季节 咱们家里面的泡菜坛子就非常容易生白花 不光坛银摸上去黏乎乎的 而且里面的泡菜吃起来也非常的绵软 一点都不脆 今天猫林给来分享保养泡菜坛子的好方法 只需加入一物 就可以让泡菜坛子变得清亮无比 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两天天气的温度算是比较高 我春节期间出去玩了一趟回来 却发现这个坛子里面生了一层厚厚的白花 非常的厚重 而且整个坛盐摸上去非常联手 像遇到这样的情况 咱们的泡菜一定是不好吃了 该怎么解决呢 为此猫林收了很多方法 大部分的朋友都会往咱们的泡菜坛子里面放白酒 其实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 因为之前我放过一点都不敢用 因为咱们的白酒是一种发酵物 里面是有酵母的 而如果直接倒入咱们泡菜坛子当中 不但不会防止生白花 反而还会使白花更加严重 第一步 清洁降温 想要去除里面的白花 咱们一定要将坛盐四周给它清洁干净 也要给它物理降一下温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将盖子给它盖上 然后直接放在凉水下进行冲洗 这样做的目的呢 是为了防止细菌污垢进入到咱们的坛子里面 平常呢我们都应该经常的给谈盐做一下清理 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干净抹布 用它来擦拭一下 第二步去除白花 在去除白花之前 我们需要准备筷子 用筷子搅动一下 将里面的白花呢 给它冲散一下 接着就进入了最关键性的一步 这里呢拿出我们的秘密武器 大蒜 我们的大蒜呢可以直接整颗放入进去 也可以像猫磷这样剥成几半给它放进去 因为大蒜呢不光能够杀菌消毒 大蒜里面含有大蒜素 能够有效的去除白花 同时呢里面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 对于咱们的泡菜来说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保养效果 大蒜放进去以后 用筷子搅拌一下 使大蒜里面的微量元素充分释放 那这样咱们静置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就会发现 我们的白花啊 几乎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防止泡菜坛生花 我们只需放入大蒜几颗 但日常生活当中呢 我们也需要注意养盐水 这里呢就需要用到腌制萝卜 平时去买菜的时候 就可以多买上两块 像这种萝卜呢 就是腌制萝卜 我们直接将它放入泡菜坛子当中 不光啊 会使泡出来的酸菜颜色好看 同时呢能够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养盐水的作用 另外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为了让咱们泡出来的泡菜 自带甘甜酸甜好吃 这里呢我们可以放入一块麻糖 也就是麦芽糖 如果没有 咱们可以买一些冰糖放在里面 如果呢家里面有柠檬片 也可以将柠檬切成片 放入泡菜坛子里面 这样咱们的泡菜风味会更好吃 第三步 咱们之前的步骤都处理完以后 咱们还需进入最后一个步骤 预防生花 盖上盖子 在弹岩周围撒上适量的食用盐 再倒上约两瓶盖白醋 加适量清水稀释 这里咱们加入白醋和食用盐呢 都是起到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防止细菌进入到泡菜里面 污染泡菜 防止泡菜生花 然而这里加入食盐呢 是起到一个双重保险的作用 因为有时咱们会出门 遇到天气炎热的时候 会使得里面的水分完全蒸发掉 蒸发完以后 咱们的食盐就会变成较大颗粒的结晶 将整个盐口给它封住 防止泡菜生花变质 怎么样 今天猫灵给大家分享的这招 保养泡菜毯子的好方法 您学到了吗 不管天气怎么炎热 咱们的泡菜毯一点都不会生花 学会以后 记得分享给学明的家庭和朋友们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是猫灵 想了解更多 新鲜有趣的小秒招 欢迎在评论下方 试着点个关注吧